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有点错 而且国立成功大学是不容怀疑的 成大公布民调 韩国瑜应成其脉百分之一 消息是假的 心情犹如细三温暖 乌龙事件从这天说起 十六号韩国瑜参加党内同志 议员参选人钟义仲竞选总部成立 蓝营先任议员也是前议长 许昆元上台公开说 根据成大民调 韩国瑜应成其脉百分之一 这消息让党内世气大震 吴敦义更在当天脸书发布 领先幅度虽然不大 但具有指标性 隔天韩国瑜更开心接受访问 那做出来的结果我赢了百分之一 这个出来没有人会怀疑 消息只开心两天 因为成大经过内部调查 郑重驳斥 根本没做过这项民调 调查统计中心 他们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委托的一个这个情形 过去都支持民间党的好朋友 许昆元姐是听朋友说的 私下委托成大老师 但成大接着打脸 根据大学法并不允许私下进行民调 陈其迈也呼吁对手要走正道 选举还是要走正道比较好 不要用假新闻或假民调 来操弄选举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这就是一份造假 就是制造假新闻的最大元凶 绿营看不下去 到选委会递交检举函 应该要对蓝营开发 叫他们快点赶 叫他们快点赶 我的民调落后也好 对我来讲这都只是一个过程 纯粹做参考 民调因绿营百分之一 被戳破是假的 许坤源原本想借着民调 提振高雄市长的选情士气 没料到反而惹来一身心 三星南部综合报道